但我們現在聽到很多的年輕人 在這次近來的社會運動中說要攬炒 攬炒我們可能大人覺得 經濟一起攬著死 但這種的心態怎樣來呢 攬著一起死的他也會死的 那怎樣來呢 其實有一個當代言人王子華 其實是很妙的 用過魚蛋論講過這個問題 魚蛋論是什麼呢 當我買了一串魚蛋 為何要這麼多的價錢 為何會多我兩粒 他多我兩粒 我不會要求老闆多給我兩粒 我反而要求多兩粒的人 不要給他 齊齊要少兩粒 然後呢 為何他有甜醬我沒有甜醬 我不是要求老闆給我甜醬 而是要求齊齊沒有甜醬 齊齊都不好吃 齊齊就不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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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我想是 攬炒論可能是同一個意思 但是我想這個魚蛋論 就是一個更加是潰營潰星 是大家年輕人想到的方法 為什麼有些人會在現在這個世代 對於現在的狀態這麼不滿 最主要的不滿來源是來自於比較 聽過很多老闆家說 我們以前在一間房間住七個人都這樣住 反而現在一間房間住兩個人 或者住四個人 反而就覺得不行了 太逼劫了 這個焦慮來自於我們和比較 我們和同一個城市的人比較 這種比較是令到我們香港 尤其是年輕一代 是更加有這種焦慮的出現 這種武漢法很難直接和雪教 去取消這種焦慮 一定是透過整個社會的政策上面 一個二次分配或者三次分配才能見到我希望